小囊人 看起来集合得都很快呀 好 参加比赛的同学 马上到后台点名 带上参赛的用具 请各班的老师提醒一下 参加比赛的同学 带上参赛的用具 马上到后台点名 我还是去上班吧 不是请假了吗 你看人家张伟的爸爸 别往那边看 人家那么大一个老板 那么大的生意都能放在一边 还有人家周娜的爸爸 人家那么大一个艺术家 平时看都看不见 可沾了孩子的事 还不是一样来 麦克风有点失真 你不就是一个小会计吗 怎么就那么爱上你的那个班 没了你 你们的公司不赚了 我是说万一小明 成绩不太理想 咱跟着站着 少说丧气话 朗诵是名师指导的 画是画家手把手画出来的 看着吧 错不了 这样 黄色的叶子 蓝蓝的天 蓝和黄是反色 对比强烈 和别的画放在一起 特别显眼 这样 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 我现在没有尽力 拿出自己觉得最好的水平来 我不觉得这是我的最好水平 不用紧张 都是平时天天见面的老师和同学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只要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就可以了 记住 最重要的是要说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我的真情实感不是这些 我最想说的是 王猫 你要是把这件事说出去 以后就别想和我们在一起玩了 倒是我也不说 不能说出去 那我该说些什么呢 好了 现在大家都记住自己是第几个 记住自己前面的同学是谁 过一会儿看到自己前面的同学开始比赛了 就主动站到台阶那准备参加比赛 李老师 我想把朗诵改成说话 现在改 嗯 我说话比朗诵好 可你准备的内容只适合朗诵啊 我想 说点别的 那你想好说什么了吗 想好了 那好吧 那就改成说话 话我也想重话 什么 你这不是捣乱吗 人家乱译 我想画李老师说的那种真情实感 可那能来得及吗 我挺靠后的 我马上跑回家去拿笔和纸行吗 嗯 不 我去给你找纸盒笔 哎 为了让这次比赛有些新的面貌 我们请的评委也和以往不一样 有电影厂的导演 还有电视台的编导 为的是借此机会让专业艺术家们指导我们一下 可不是为了给我们学校做广告啊 估计除了朗诵就是朗诵 现在这孩子没一个会说话的 是啊 我每次请儿童演员配音的时候都能急死 那些孩子平时说话好好的 一站在麦克风前不知怎么搞的 一张口就是朗诵枪 老师们同学们你们好 英华小学能做会说小能人比赛 现在开始 我叫周娜 是二年级三班的学生 首先我为大家表演一段小提琴独奏 玛丽亚 开始 老师 冷静了吧 王小明同学 最好的太空材料画纸和合金画笔 好不容易才弄到的 不用这么好 也不算多好 毕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呀 没有好的纸和笔怎么行呢 谢谢老师 王小明 谢谢老师 临阵魔枪 也没你这样的 来得及 多亏没让小明准备音乐项目 很不错嘛 还可以 也就那么回事 下面我再说一段最让我感动的事情 冬天的时候连着好几天刮着北风 天冷得要命 人们都躲在屋子里不敢出门 可是有一些人 却在寒坊里不停地工作 他们就是为我们学校修自行车棚的伟大的建筑工人 那是包工队 算不上建筑工人 他们的脸冻得红红的 眼睛不时被风扬起的沙土迷住 但是他们的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 哼 一听就是编的 冷成那样还微笑 我问一位叔叔 叔叔 你干嘛在这大风天里还干活呢 你想的是什么呀 工人叔叔毫不犹豫地回答 为人民服务呗 人家得挣钱 疯啊 你停一停吧 别让工人叔叔为我们挨洞了 我看小明比不过周那 沉住去 下面参赛的是二人级三班张伟同学 是连酬的 你找死有点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爸爸的生日 那一天是爸爸的生日 为了能让爸爸 在繁忙的工作中高兴一下 我和妈妈为爸爸 我和妈妈类的生日 分之中 我和妈妈妈妈伴de 我和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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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了 就如今协劇的话 我们走回去了 咱们小鸣可比不过张磊 前三名就行 现在已经有两个比不过的了 要是后面再有一个厉害的 小鸣的话 天哪 下一个参赛的是 二年级三班王晓明 这可怎么办呢 别喊 对不起 因为王晓明临时修改了自己的参赛内容 正在做准备 所以有再下一位同学 什么 临时修改 下一位同学应该是 已经好了校长 是吗 那就开始吧王晓明 他想干什么 我叫王晓明 是二年级三班的 这是我要给大家看的画 谢谢您了 那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随遇而安吧 这是校长 很酷吗 这是我们班晨老师 这是说话课李老师 太空小老师 丑话老师 那也比虾变强 小名字 我说不如上班去吧 我最想跟大家说的 就是我画的这些东西 不是真的 是我瞎想的 我也不知道 是该算作文还是算故事 反正就算一个梦也行啊 有一天晚上 我梦见我到了教室里 也不怎么呢 陈老师来上课了 还是教生字 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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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师说 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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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有意思 想念又想唱歌 汤是三点水 外加一勺汤 汤是汤老鸭抱着米花糖 汤是身子边 靠着小和尚 汤是一堆火 熬着一锅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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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时 外边的操场上亮起火光 现在我们要到银河系 去做一次假期旅行 每个年级去五个人 六个年级一共要去多少人 三十人 怎么算的 五六三十 我们一共有四艘飞船 每艘飞船能坐七个人 我们能全上去吗 不能 四七二十八 一共三十个人 有两个不能上去 来晚的这位同学 只好等下次了 真倒霉 别泄气 太空小老师 这是这次银河旅行的备用轻便飞船 这位同学 请你上来吧 谢谢老师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等等 喂 还有我呢 对不起了陈老师 只好等下次了 不行 我一定要去 我会生子哥 你知道吗 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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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点水 外加一勺汤 汤是汤老鸭抱着米花糖 再见了陈老师 汤是生子哥抱着小和尚 汤是一堆火熬着一锅汤 喂 看银河 真好看 那是什么东西 汤是辰老师 银河旅行刻不能落下 来 请大家跟我一起念 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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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真棒 瞎闹呗 谢谢您了 会不会不符合比赛要求 什么要求不要求的 没看连昭娜的爸爸都服了 张伟的爸爸也服了 就凭这个拿不上前三名 我也认了 经过整整一天紧张激烈的比赛 同学们赛出了特点 赛出了水平 可以说所有参赛选手的表现都是不错的 经过评委们评议本次比赛的第一名 这样吧 我不说 大家可能也会猜 第一名是谁呀 王小明 王猫 你尽力了吗 我尽力了 谢谢你 真不错 王小明 我 也不知道这样就算行 现在我知道 你为什么要我带你去太空旅行了 李老师 你会带我去吗 恐怕是你带我去 能征服太空的人 肯定是最有想象力的 全是胡编乱造的 就是 王小明说的没一句是真的 安徒生童话也没几句是真的 但表达的情感是真的 他说校长是超人 您是变形金刚 这不是丑化老师吗 嗯 丑化老师 我相信在王小明眼里 超人和变形金刚都是他最喜欢的东西 真是没想到 我们小明能有今天 这不是在做梦吧 也没怎么下功夫 瞎蒙上的 这孩子从小就爱瞎说八道 由他吧 想法 我没什么想法 你想通过你讲的那个故事 告诉大家一个什么道理呢 没什么道理 我就是 就是 我也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个故事呢 不为什么 就是 我 我最想说的 老师说 要说自己最想说的 对了 李老师说 要有真情实感 还有一个朋友说 还有一个朋友说 忘了 不说了 为什么不说了 我怕说出你 以后你就不会再来找我玩了 真聪明 看来你很懂艺术的加工啊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有选择地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不是把什么都一起说出来 好 第一名 我们小明能超过周那 超过张伟 得第一 真是想不到啊 那个导演只跟我说 以后要请小明去配音 说是像小明这样会正常说话的孩子不多 配音算什么 说不定我们小明以后还会成为电影明星啊 我们给小明报个表演班怎么样 小明 你想不想去学学表演 以后当电影明星啊 不行 为什么 学演电影就不能学开宇宙飞船了 这孩子 小明啊 开宇宙飞船是好 可谁知道你长大的时候 有没有那么多宇宙飞船让你开啊 不如当电影明星 每天电视里有那么多烂戏 总得有不少人演啊 话让你一说 那就没劲了 好好好 你说你说 从现在开始 报一个班 练形体 练演技 然后从配音做起 做出些小名气 说不定长大 报考电影学院能加分 好 就这么定了 喂 赵姐啊 请您打听个事儿 少年宫的表演班 好近不好近呢 我想给我们家小明报个名 还会给我们家小明有 是什么